娱乐圈九大混子 该现原型了 娱乐圈总有这么一群人 资源高于名气 名气高于实力 明明常年不进步 实力不符众 还在内娱躺着影 简称内娱混子 歌手混子 华晨宇 华晨宇的歌手之路 可以说是从一开始就被捧上天 火星弟弟 天才少年的人设 就让大家不由自主的多了几分宽容 后来又摘得我是歌手的歌王称号 直接将他定位成 跟李文 韩红 韩磊 刘欢等人一个水平 他本人吉他粉丝 大概也觉得自家走到巅峰了 一个自封永远的神 一方加封 乐坛的爹 永远的神 永远的神 我以为是老七条街 打听打听谁是爹 按理说到了这地步 那一张口就应该是大声级别的唱功 然而一场大湾曲晚会 华晨宇的唱功直接现原形 不仅被香港歌手吊打 连一些内地的歌手都比不过呢 不仅跑调还破音丢人呢 就这还歌王还乐坛的神 仔细想想这么多年 华晨宇的传唱度高 火出圈的歌还真是找不出几首 最有名的代表作恐怕就是 是的我们有一个孩子 演员混子徐凯 靠一部延洗攻略 徐凯爆红 原地飞升 从此以后演的全是男主不说 搭档的女演员 几乎都是一线女星 周冬雨 杨幂 景天 古丽娜叉等 都被他搭了个遍 更神奇的是 徐凯还有演烂剧 挨骂苗隐身的功能 从千古绝尘 你微笑时很美 到爱的二八 演女主的周冬雨 程潇 杨幂 都承受了大量吐槽 但男主徐凯却完美隐身 嗯 占着这样好的资源 不说全靠自己努力 但总得努力一下吧 然而 徐凯这些年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是 出道多少年 就混了多少年 演技靠混 18年演复查复横时 是两眼狮神式演法 到现在 依旧是两眼狮神 身材管理 靠混 要么在线偶剧里 当碰头鱼 要么就在线偶剧里 当银驱男 去健身房 就是拍照晒圈走人 就坐了几下 哎呀 累了 拍张照走了 收工 歌手混子 李宇春 李宇春比华晨宇成名还早 他甚至是华晨宇那届快男的评委 李宇春算是选秀界画时代的一个代表人物了 民选出来的李宇春 在内娱的地位和资源 当然不一般 只要卫视晚会邀请他 必然压轴出场 宣传海报 必占C位 各大选秀综艺也必是以导师的身份出席 说一句内娱宠儿 顶尖待遇也不为过 然而 咖位是咖位 实力归实力 回归歌手本身的李宇春 也仅需要一场大湾区晚会 就让人看到了他的平平无奇 和当初参加超女时的唱歌水平相差无解 出道18年 李宇春跟华晨宇一样 既没有几首出圈的作品 也没有一个惊艳观众的舞台 更看不到唱功上的进步与突破 却依旧凭顶着国民光环混到现在 真厉害呀 电影混字 杜江 电视剧有混字 电影圈也有 比如杜江 一眼望去 好的电影里都有他 中国机长里 那个瞎凉妹的空城 洪海行动里的爆破手 还有烈火英雄 我和我的祖国 甚至是近期热映的 消失的他里 都有杜江的影子 光看他演过的电影 乍一看还蛮唬人的 这些电影几乎都是票房热度双飞 前前后后一家 杜江直接成了百亿票房男演员 但仔细一扒拉 杜江对这些票房做了些啥贡献呢 他演过的角色 不说可有可无 但无关轻重 好看这些不说 论演技也是很难找到一个 他的高光时刻 论票房的号召里 连个单独主演的优质电影都找不到 也是很神奇了呢 电影混字 欧豪 欧豪也是一个百亿票房先生 但也是被大家拉进 蹭票房先生名单里的一员 毕竟扫一眼他的那些百亿票房的电影 还真就没几个观众 是冲着他去看的 从妖猫传 烈火英雄 到中国机长 八百 以及近期的满江红 工程全部在他 票房统计却统统有他 一切混的是毫无痕迹呢 抛开这些不说 光提演技 大家对欧豪的演技啊 已是模糊的 不拉垮 也没有高光 有他没他 或是换个人来演 似乎都一样 这大概就是混字演员的最高境界吧 混得无技可循 默默躺平 抓不住错 也叫不了一声好 综艺混子 月云鹏 细混子常见 综艺混子就少见了 毕竟大部分综艺 大家努力搞搞节目效果 赔完赔笑 态度好 图观众一乐而已 偏偏月云鹏不走寻常路 但凡他参加过的综艺 都看得让人难受 黑脸 躺平 当巨鹰 是这位上综艺的三板斧 上生存挑战综艺 别的嘉宾配合完成任务 他火速崩溃黑脸 玩游戏 他黑脸 做任务罢工 甚至还需要导演和其他嘉宾来哄 否则就白烂 月云鹏上过很多综艺 主打团丑人设 会有人惯着他 哄着他 他也逐渐把这一切当做理所当然 别人努力做效果 他努力白烂 如今的月云鹏 依旧是热门综艺的常驻嘉宾 但对比其他努力制造效果的人 他显然没有属于自己的风格跟定位 综艺效果乏善可陈 间歇性努力 持续性白烂 堪称头一号综艺大混子 细骨混子 吴刚 回想起吴刚演的达康书记 已经过了很久了 当年达康书记给观众带来了多大的惊喜 如今的吴刚演戏 就有多让人失望 这几年 吴刚的新剧是一步接一步的上 但同时也让人发现一个问题 他演啥都一样啊 不仅一样 还容易尬演 拿着一成不变的演技水平 理所当然的换迹各大电视剧 狂飙里的他 只需要一个劝详戏 就能尬得让人头皮发麻 后浪里的他 顶着一张发肿的脸 演了个爹位中医版的达康书记 如果再仔细往回倒几部剧 你会发现不同的剧 不同人物 他都在用已有过的表演经验 悄悄躺平 顶着老戏骨的名头 合作流量演员 演着烂剧 脸上全是科技鱼狠活 转了个盆满钵满的 戏骨混子 刘敏涛 看过了刘敏涛演的霸气大姐 温柔静飞 大家曾经一度很服气刘敏涛的演技 所以不少人对他抱的期待是 大气晚成 拿下大奖 然而事实是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刘敏涛就开始在不同的剧里 任意发挥 不管是生活剧 都市剧 精英剧 刘敏涛都用摇头晃脑 翻着白眼的表情 放飞自我 野妈妈是这样 这后边小区的房源 你这有吧 演律师是这样 怀孕旅行工作的权力 与好户道对抗 他扛出了所有人的质疑 演其他精英 依旧是这样 到现在给人的感觉 跟吴刚老师一样 从受人期待的老戏骨 变成了乐不思蜀的戏混子 戏骨混子 黄磊 黄磊老师也是 咱人常挂在嘴边的 老油条演员了 他如今的舒适区 一直在生活剧板块 从小别离 小欢喜 到小敏家 张卫国的夏天 只要是让黄磊来演 通通是一个形象 一个叙叙叨叨 窝窝囊囊 又带点乐观的中年碎嘴子 还真别说 观众看惯了这样的黄磊 平时倒也看得下去 但是呢 到了严肃的证据里 观众才发现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地 如县尾大院里 那个被观众 狂喊出戏的老书记 严肃演成了苦大仇深 说台词也改不了 叙叙叨叨的习惯 离开舒适区的黄磊 再也混不下去了 这些混子 有些人是真没实力 有些人是心态百烂 不想说内鱼完了 但有些人 也是真的可惜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